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过来说 这边已经40度了 哇 想想不得了 我们现在大概32、33度就觉得很遇热 那当然这种天地的缓长 大家也要想想 山体真的要特别的注意 尤其在疫情高涨 小董还是在我们的节目上呼吁我们的长辈 天热就多喝水 就多喝水 今天其实有非常多新的规定 那这也是昨天重要疫情指挥中心 要到六点多才开 开记者会的原因 因为他平常下午两点 那为什么要开 因为是三加四已经来了 对不对 三加四就是你如果被基加减疫的隔离 你如果在基加被隔离 本来要十天 像柯文哲、黄珊珊就是隔离十天 他们没有确诊 Zoico确诊他们没有确诊 他们只是跟确诊的在一块 所以十天 那现在改成怎么样呢 改成三加四 蔡英文总统昨天也发布了 就在她脸书讲 就说三加四大家要怎么配合 那简单讲三天在家隔离 四天在自己做快筛 阴性的话 然后就可以出来了 你一定会跟我有个疑问 那如果每天做快筛 快筛四季过吗 像小董三天做一次 我都觉得我都快用完了 那别人够吗 对啊 现在你买也买不到 现在很多地方在排队 现在台湾又开始排队了 打疫苗 台北市政府分不到十万剂 今天刚刚一公布 马上一万七千人去登记 打疫苗 那塞剂呢 塞剂你看前两天 前年一开始买 马上秒杀 然后接着 七成是五万剂秒杀 今天前年又说我们还有 那大家看都是秒杀 塞剂也在秒杀 好那现在 如果你被 被基加隔离 这样的人很多嘛 隔离很多 一个确诊者可以让你隔离 一两百人 三百人都可能 同个场合嘛 那你一隔离的话 三加四 就是要你一直做快塞 做快塞 快塞剂 三加四总共要用五剂 联系用五剂 那请问够不够 感觉上不太够 那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跟我们讲 Go 我们结罪Go 各位你要跟他想 疫情是什么时候来 今年2022对不对 疫情是2020年 就是 韩国瑜跟蔡英文在选举时候 大家记得吧 1月11号投票 1月23号武汉封城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疫情就开始了 武汉封城开始算疫情 那武汉封城就是除夕的前一天 那接下来大家都 因为我们都生在其中 大家都一起 来参加这场抗议 所以 第一年我们缺什么 你一定讲 这个小董你要考我们 第一年大家都在排队买口罩 对不对 那政府为了省口罩 哪去各国做人情 要我们的阿公阿嬷 大家凌晨四五点 到西奥皇排队买口罩 那时候买口罩是最了不起的盛事 然后买口罩怕你多买 所以要QR call 你要登记 现在阿公阿嬷都会QR call 哇 手机会用会存熟 对不对 这是第一年 记得吧 第一年排队买口罩 大家抢口罩 口罩抢到没有 阿气怜呢 气怜 哎呀小董不要再考我们了 气怜谁不晓得大家在抢疫苗 没有错 气怜五月大爆发才发现 原来我们的疫苗弄不来 所以正元法师 郭台平台积电 他们就出来帮政府买 政府一直卡他们 不给你买 政府为什么要卡他们 因为政府要扶持高端 你们买了1500万剂 高端就少被打1500万剂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你的好东西进来 我们的东西就卖不出去 各位 民进党是在做生意啊 我们在防疫 他在搞嫌疾 在做生意啊 可恥啊 垃圾党 下山岸 我每天骂他 各位 我讲是不是实情 所以我们去年抢疫苗 抢到什么地步 人家送的疫苗 大概1000万剂啊 美国400多 日本400多 然后 东欧那些国家再送一送 加起来1000万剂 差不多吧 郭台平他们送了1500万剂 2500万剂 比人台湾人口还多啊 那我们现在大家打两剂三剂 各位 我们的疫苗变成 主要都是送的 那你政府编那么多钱 编去哪里 送的是不用钱的啊 对不对 他去买高端啊 高端 买500 去年的那个是500万剂 结果打不完啊 打不到200万剂 下雨又在鼓吹了 那我们知道这两天莫德纳来了 那 前年 抢 口罩 去年 抢疫苗 今年抢筛季 我们每年都要排队 都要大排长龙啊 筛季 筛了以后 有问题 哇 就到医院去排队啊 大家也知道我住宾里馆跟医院之间啊 你看 我看很多人在排队 我都会 因为我以前看到排队就知道 这是美食 所以我就看啊 他在卖什么 我就把柱子写下来 那下次的经过附近 哎呀 这里有美食 对不对 今天人排队比较少 所以我就去吃 所以很多人讲说 你对台北的美食怎么那么熟悉 因为我都骑摩托车啊 看到哪里 在采访新闻看到哪里有排队 我就去 现在呢 看到哪里有排队 就看 哇 前年看到排队是在买口罩 去年看到排队 在打疫苗 今年呢 抢快筛季啊 每年都在抢 现在排队已经不是在排美食了 各位朋友你想想可怕吧 台湾人爱排队啊 499大排队 安死之外 买卫生纸大排队 我们什么都在排队啊 各位朋友 你今天看到的疫情 被民进党弄成这样 然后我们大家很艰难的 每个时间都在配合他 都在排队 有比较安全吗 各位我讲 我讲你说啊 为了那个吧 你所讲的我都同意了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的健康 大家都同意吧 问题现在守不住了 你看不出来吗 现在守不住了 你看不出来吗 柯文哲讲 我当然不一定很相信柯文哲啊 柯文哲讲 我们到年底会有多少人确诊 各位朋友 西八班 柯文哲讲 到年底会有四百万人确诊 台湾有多少人口 那 当然柯文哲讲 会不会准 我觉得不会准 为什么不会准 因为没办法验证 柯文哲说四百万人确诊 然后重症的会有多少人 重症哦 重症你就一定要注意案了 对不对 重症十六万 那死亡呢 四万 各位朋友 我们去年十八百多个 都已经 大家都已经跳脚了 去年 因为 民进党部分区立委犯淫 原来是 社会 社民党的党主席啊 去投靠民进党 就被列为部分区 他强烈建议 要求 要把 机师 空姐 这些 行物的人员 的机家 时间把它缩短 所以我们十四天 到了他们变成三加十一 三加十一是什么意思 三天 机家管理 十一天 可以自由健康管理 三天 机家减益 你这三天在家里不出来 四天以后你可以戴口罩出来了 大放松啊 结果呢 这些机师 出来以后 检疫的时候 刚好又到 桃园的 诺富特机场 二德旅馆 住的时候 跟一般常人住一块 同一个旅馆 服务人员同一批 结果又一堆人确诊 这些人跑出来 到万华 到新北 到宜蘭 大家记得吧 所以 你去年的八万 八百多人死亡 今年柯文哲讲 确诊四百万 重症十六万 死亡四万人 只有一样可以验证 死亡数 什么叫重症 当然你可以讲 那 死亡数 我不相信柯文哲 平良心讲 那 四百万人确诊 这个是验不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去检验 我们今天检验的 今天的数字 为什么提高 因为大家害怕 对不对 你说我不晓得有没有 因为都是无症状啊 但我 我无症状 我怕感染给家人 所以我一定要去 抽一下 看有没有嘛 我怕 我验的用意是怕传染给我家人同事啊 那我就去验 验的人就很多 大家在抢快塞剂 对不对 验的人都 确诊的数字就会多 可是 你兜到什么地步 兜到毕竟 在全民来讲 你 你快 你每天快塞的人在兜 你也不会有十分之一的人在塞啊 每天 台湾有两千三百万人口 难道每天有两百三十万的人在塞吗 不可能吧 那你没有塞的量 没有通通塞 那确诊的人 就验不出来啊 懂不懂 其实多数确诊的 他还是没有 没有去做塞嘛 没有去做快塞嘛 那我们今天 被认为有的是快塞以后 快塞以后 我们就去医院排队 我快塞有啦 哇 好糟糕喔 对不对 你看今天临场走的助理也有了 他只好机家检疫啦 好 那怎么办呢 快塞有啦 一定要去医院做PCR PCR就认证 只要PCR认为有 你就是确诊 就是确诊 就认定你是确诊 那现在很多人在医院排队 因为他自己快塞 觉得有 那也可能是 微阳性啊 那如果医院讲你有 你就是有了 那有的话 就会 传到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就是公布的数据 所以昨天 中午小总讲 说今天要公布了 5108记不记得 他讲说 小总你怎么 你有内线 我没有内线 那有朋友跟我讲 那有时候朋友讲的东西 有些是很可靠的朋友 有些是不可靠的朋友 那昨天晚上六点多公布 果然是5108 我不是讲我比较准 因为 为什么我们台湾会这样 大家都很担心 到底会有多少数字 其实数字不重要 如果今天 昨天是5109 你有什么感觉 昨天是6000 你有什么感觉 你就讲说 反正我又没有 你没有 可是你明天要塞啊 对不对 你三天后可能要塞啊 你早晚都要去塞一下 因为你担心你的家人啊 这就是我们现在 黄黄不可中留的日子啊 各位这是怎么样的日子 我们黄医黄尘 我们黄尘 整个 已经崩溃了 因为他守不住了 他守不住了 会有400万人确诊吗 我觉得 验不出来 所以我不认 我不认账啊 验不认 因为你验的人不到十分之一 所以这是 这是我的理论啊 但是哦 你可以看到 柯文哲本来就喜欢 喜欢讲很爽动的话 到时候 到时候如果政府 公布的到年底 说我们确诊哦 总共有86万 柯文哲说 哎呀 还有312万没有 314万没有检验出来 你怎么知道是314万 因为柯文哲要把它 他多拢成400万啊 那你没有去验 当然就随你讲啊 这就柯文哲啊 柯文哲在唬烂啊 他就是唬烂大王啊 昨天被人家问啊 那周一扣有没有特钱 哦 没有不算 周一扣哦 是因为他认识医生 老实讲 我也认识医生啊 我们周遭的朋友 很多人也认识一些医生 医生可以不可以 跑到你家帮你做PCR 不可以啊 他潜入装备 他要带很多器材 对不对 他带很多器材 医生可不可以去你家帮你做 医生说 我有跟台北市卫生级报备啊 卫生级说没有 怎么没有 卫生级出来讲啊 我跟你保证 卫生级百分之百同意他 今天这个医生要被处问啊 医生跟周一扣有交情 然后他跟卫生级说 周一扣说他一直验出阴 我去帮他做 你卫生级讲可以啊 你卫生级如果讲不可以 他还会去吗 我告诉你台北市政府就是在包屁 没有人受处分啊 因为柯文哲认为自己是医生 自己比陈时中行 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对不对 现在 万汪医院他问了这个 这个医生会被处罚啊 那 医生说我有问卫生级 卫生级说可以啊 卫生级说那是你自己讲可以的 我有没有跟你报备 我觉得这个案子太容易查了 市政府也太容易查 市政府因为他想包屁哦 台北市政府是 从有疫情以来就一直在包屁 我不是讲柯文哲是坏人哦 各位朋友 但是他这个政府是方向左板 我等一下分析出来政绩给你听 这个医生 他现在要被处分 他被处分就是说 你没有跟卫生级报备 他一定讲有 我跟你保证他绝对有 为什么你只要出示你的 你的记录啊 你打电话的记录啊 我打给谁啊 对不对 那你同意了我就去啊 各位这个这个政绩百分之百是有啦 我告诉你卫生级都糟糕 大家讲去年大家在抢疫苗 我刚才讲去年五六位大家抢疫苗 为什么 我们知道有两家诊所 给特前打疫苗 一家是好心肝嘛 好心肝是想说很多义工帮我们 我们就帮他打 那好心肝的喜津川教授 其实是一个好人 认识他都觉得这个教授很可爱 很积极就会很替病人着想 但是因为你换了这个 你还是被处分 另外一家叫核心 核就是稻核的核 我们吃稻子的稻 对不对 稻核嘛 心呢 他心就是心 陈宏心的心嘛 核心 那这家是非常大的联手的 应该是台北最大的联手的 作业职中心 互科的 做互科的 作业职 那他是整手 他 他有没有特钱 有 谁给他的 好心肝 市政务没有给他特钱 核心的特钱是台北市政务给他的 市政务为什么一直给他特钱 为什么一直给他特钱 一直给他疫苗 市政务为什么给他 因为高嘉宜打电话去关收 这已经明朗了嘛 那高嘉宜为什么 为什么有这个本事 因为高嘉宜的男朋友 对不对 林秉书认识核心一个护士 两个在交往嘛 那他跟这个护士交往 他又跟高嘉宜交往 那他跟 叫高嘉宜 你跟柯P很熟 打给他的卫生局长 他卫生局长在市议会承认啊 他说高嘉宜 一次两次来 得寸进尺 得寸进尺是他讲的 对不对 是台北市卫生局长 讲的啊 那你一直给他得寸进尺 你给他特钱啊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你也给 给周一寇的医生特钱啊 各位 我跟你讲 台北市政府很糟糕啦 大家不敢讲柯文哲 柯文哲每次都摆出一个 我是医生 你那种胡烂的医生 算了吧 对不对 医生不是讲什么都对啊 那时候 那时候 一个案子 很多人大家都会去问柯医师 因为他是台大急诊科主任 哇 他讲了前卫 他叫什么前卫 他就是腐烂 挂一个医生的名字在腐烂 我公开讲他 那我们讲这个 有时候 有时候讲 小董你这个批评太激烈了 我一点都不激烈了 因为我太清楚他的腐烂说法 挂着一个医生的名字 的确是 那时候我们也有 大家都记得那时候的案子 对不对 但是 小董已经在节目上讲很多次了 就是说你一个卫生局 那时候大家 给核心开方便资本 他在议会自己承认 柯文哲说要处分 没处分 完全没处分 卫生局长继续干 因为柯文哲台大的同事嘛 对不对 他台大同事他没有 那今年继续又给特钱 可能局长不知道 但是 你卫生局自己一问就知道 周一扣的医生 有打电话来 你为什么会同意他 周一扣说我没特钱啊 我的医生有问卫生局啊 卫生局说 有他的有打来 有没有打来 柯文哲说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周一扣认识这个医生 谁不认识医生 我也认识一堆医生啊 这个就叫特钱啊 他们这些人很糟糕就在这里 大家都摆出一个特钱的样子 那 大家也非常清楚 洪中秋案 柯文哲是腐烂大王 说洪中秋被灌八公升的水 死掉 我听你在腐烂 所有媒体都把他拿来写标题 各位可以上网 八公升的水如何灌啊 你也没看到遗体 也没看到验尸报告 也没看到诊断证明 你在腐烂 这种腐烂大王啊 哇那时候台湾社会七肢弱物 我们台湾社会是一个 没有人去 在乎什么真理 在乎是非 大家就起哄啊 别人多数都讲什么 美国人讲什么就是对 柯文哲讲什么就是对 虎烂啊 各位 我的节目才是可靠了 我敢讲啊 我不一定是主流 但我讲的东西是对的 主流的东西不一定是对啊 对不对 所有主流都认为 太阳烙的地球转啊 我就是那个 讲地球烙的太阳转的人啊 各位 我们讲的就是只有真理跟是非 我们跟这些人启用 可是你看得很难够啊 柯文哲就轻苗带血 哎呀这不是特权啊 就是周一扣跟这个医生有交情啊 要不要脸啊 哎 你是防疫指挥官呢 你每天都在想让你的党更大 然后每天都在 用公家的资源 这你有没有羞耻心啊 前台湾唯一最特殊的 柯文哲 柯文哲真正 已经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 今天不是说网路在攻击你以后怎么样 那这个就已经充满了特权 从去年特权到现在的特权 没有人敢讲他 他每天要斗 斗谁斗谁 我有时候看得很好笑啊 我知道他不是坏人 但你做这些东西 都是不对的嘛 可以这样吗 信口开合 随便给特权 又不认账 全新开奖啦 多克美国基本集台 如果2022年 有没有要上其他节目吗 有 我今天四点要上 中视 哦 四点 树营大嫂家 好 我们从新 刚刚新超路有念了 有新超路 最早来 核仙仙 核仙仙 是 谢谢核仙仙 感谢 他叫董哥喝水 真的天气热真的是要多喝水 非常感谢 刚刚那个柯小姐不是说 他要去机场接人 哦 他那个不是这个 他那个不是斗内 哦 不是斗内 他说他要先斗内 再去接人 那他说他应该是先来留言 哦 先来留言 哦 OK OK 好 那我们继续哦 嘉练 然后上炳荣 是炳荣 炳荣老朋友 非常感谢炳荣 是 谢谢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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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欠 这是 新加坏 对 是 谢谢哦 他也是 他都是 前家哦 是 前家都是 我们的 刚吻 铁吻 没有错哦 非常感谢 哦 然后 是 那个 新加坡的 胆选席 哦 他是呈现 他是金门人 董哥 夏侯好 非常感谢 这是我的老乡在新加坡 哦 非常感谢 是 曾贵兰 哦 谢谢贵兰 哦 他抖累我们 非常感谢 哦 是 那 是 等一下再练 欢迎小董真心话 我刚刚讲柯文哲 哦 很糟糕 从去年 给核心 打疫苗的特情 到今年 卫生局同意 万方医院医生 哦 去帮 周育库做PCR 柯文哲还轻描淡写 这医生 叫林英卿 我跟各位保证 以我的新闻判断 林英卿百分之百 有打给台北市卫生局 卫生局同意 他去帮 周育库 个人做PCR 去周育库家 那 柯文哲轻描淡写说 哎呀 他 周育库 自己找自己认识的医生帮忙 可以吗 我们照规定是要怎么样 照规定 你要叫防疫计程者 去医院再去检验啊 不是叫 把医生叫到家里啊 那就天下大乱了 各位朋友 我讲这个就叫特前啊 昨天啊 陈时中被问到 因为陈时中跟 周育库是非常麻烦的 陈时中 李秉颖 三天两头 都在接受周育库访问的 所以记者就问他说 那这个是不是特前 我们会请法治组来调查 陈时中实在不要脸到极点 因为你讲这句话 已经讲多少次了 他已经违缓好几次 你每次都 哎呀 我们哦 被记者问 我找法治组来调查 然后就没有下文 我告诉你这地址 第几次 第四次了 你要调查周育库已经讲四次了 前面三次都没有下文了 陈时中你要不要脸 你要选台北市长 我有时候讲 为什么要讲这事情会这么气 很多人不会去追究说 政治人物做了哪些保证 然后将来 嫌疾 然后什么承诺 小总是会去追究的 柯文哲 最大的针见是八年 要盖五万户 小总一直在追究啊 对不对 后来他去年已经说 他做不到啦 他从提出来 我就讲你做不到 我被围剿 你看台湾就一堆 一堆垃圾哦 那时候因为柯文哲 跟民进党是合作的 民进党网金哦 也不能叫网金啦 民进党网路的那走狗 在网路上养的那些狗 就出来哇 攻击怎么不可能 我说百分百分之百 不可能不可能 我说你们 你们连基地都没有 他有哇 你上网查 就说他有十九处的基地 我想你有地就可以盖房子啊 你有点尝试好不好 你有快递 就可以拿来盖房子啊 就可以拿来盖公宅啊 你想得美耶 如果这样的话 不是天下大乱吗 对不对 那个要变更了 而且很多地方 不是你讲的 就可以盖了 柯文哲七言承认了 八万户 哦 五万户我做不到 我只能做到一万八千户 就是他七言承认了 七言才还我清白啊 各位我讲东西是对的 但是我们那时候被围剿 是怎么样 我讲韩国瑜的险情 我是对的 但我也只能私下讲 我那个怕打击司机 所有问我的朋友 我告诉你 我都讲不会上 我比谁更心痛 可是那时候的氛围 每天一定要韩国瑜 才会当险 你们头壳坏气 你一点尝试都没有 跑险级我是专家 全台湾谁敢讲 跑险级新闻比我行 我也不用看任何资料 我讲真的 我讲险级 我根本不用看任何资料 因为我太熟悉了 你知道吗 没有人相信 哇 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再栽赃你 收购台湾的钱 就来这一套 我这些当然过去 但我要讲 我们今天看到都是特钱 我会去追究啊 对不对 我去年一直在追究 基隆轻轨在哪里 后来逼得敏仰 出来说啊没有轻轨 我们现在改成结印了 唬烂 2017年蔡英文 拉着林又昌 林又昌 2018要选年任 哇 你看 基隆30年没有建设 我蔡英文就给他建设 我们有前瞻计划 有轨道 给他82万 来 今年年底要通车 我说我听你在唬烂 我 我 我跑新闻这么久 我不懂的工程吗 你连一产的土都没有产 你在盖什么轻轨啊 你要骗谁啊 可是人民不在意啊 他们现在改口说 他们要盖结印啊 结印做不成 到时候说他们要 要盖高铁啊 每天骗你 画的饼越来越大 对不对 我讲 我们台湾最可惜的就是 没有人 没有人去追究政客讲过的话 后来有没有兑现 这些都在唬烂 讲的时候大家好开心 讲过就以为做够了 各位就这样 可是 钱花到哪里啊 钱花到哪里 我们编那么多的预算 来做防疫 防疫里面最重要的武器 就是疫苗 对不对 任何人都可以讲 都是疫苗 对不对 我们疫苗 我刚讲啊 政研法师他们送给1500万机 美国日本各国送 大概1000万机 我们有2500万机 是人家送的 那我请教一下 这些你不用花一毛钱 那你的钱花去哪里啊 你钱花去哪里 你告诉我啊 各位 收购就以为做够 可是钱照花 那你要告诉我 我们8000多亿的防疫计算 现在只剩1300亿 爱听 都用去哪里啊 我告诉你 都用去哪里 快筛也没有 买疫苗也都是人家送 啊口罩呢 口罩我们自逃药包嘛 口罩可 跟政府没有关系啊 政府只是把口罩 通通纳为己有 拿去送别人 政府可没有送 你我任何一个人 一个口罩啊 对不对 口罩我们自己买 那和你的编医算 没有关系啊 各位我现在讲你懂了吧 口罩我们自己买 疫苗 去年疫苗是人家送 今年快筛买不到 啊政府说你也要自己买 快筛也不是他送你 只是大家买钱贵 他说那我卖你便宜一点 哎那你编医算 在编什么 我请教一下 然后现在说 哎呀哎呀 我们我现在哦 可以让他一百块以下 三天前蔡英文在他脸书说 可以一百块以下 我现在我自己去买啊 小董我自己买 我自己买三百块啊 五个啊 本来一千七五个 他说算一千五 现在在打折 不是特别为我啦 现在算一千五 我自己买了啊 那我讲 大家都有我这个经验 一记三百块 到三百六嘛 那现在蔡英文说 我们会押到一百块 四天前杨志良 找到他的朋友 还国外的朋友 他进来啊 一记五十五块 求一下 那你们 你们为什么人家买得到五十五块 你政府就买不到 你政府就放任 我们这个筛记是 已经卖 卖了快两年了 对不对 这两年来 一直吃这个价格 那我请教一下 那你们民进党 捞过了没有 拜托你们放过台湾人好不好 你用一个疫情 自己大捞猛捞 但是拜托你放过台湾人 钱你捞走就算了啦 钱给你摊走就算了 给你捞光了也就算了啦 你不能让别人 身体受到伤害啊 我讲这是很卑微的请求 台湾人民同意你A钱 但是请你不要伤害台湾人民 简单讲就是这样 民进党是个贪污 假台独真贪污的台独狗 这不是我讲的 馆长讲的 陈志涵讲的 民进党是个假台独 真贪污的台独狗 是啊 他看得最清楚啊 你们是哪些人分到好处 像杨志良说我一记五十五块 有企业界说哇 一定要帮忙帮忙政府 帮忙老百姓不要帮忙政府 政府编了很多钱 钱由他们去A 但是很多人是看不下去 为什么正言法师 他们看不下去要捡钱 因为你正乳买不到啊 我只好来买 结果正乳还要卡他 什么叫垃圾 什么叫下山烂 我为什么每天骂 民进党是个畜生党 你做不到别人帮你买 你还要卡他 卡正言法师 后来 后来他生气了 他说我要见蔡总统 你什么意思啊 我蔡英文吓到了 人家德高望重 人家不让政府出一毛钱 你都要卡他 对不对 郭台平也是下了通牒 我要见蔡总统 所以那天 他上午发脸书 小董中午在节目上讲 我说下午就会见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要一毛钱 要买来给老百姓打 你政府凭什么讲不可以 这个对民进党政府冲击太大了 所以我那天一讲 当天下午果然会面 会面以后民进党还攻击他 说你看你看 郭台平带去那个女孩子 刘新童 竟然 竟然还穿那个 牛仔裤 真不礼帽 你看要骂你 什么都可以 那陈时中打 陈时中把在总统面前 把鞋子脱了 大家都好轻松好自在 你们这种两种标准 已经到了不要脸到 悔于所思了 各位朋友 我为什么每天骂那些网络 那些垃圾是下山烂 因为他们的标准就是这样 他充满就是意识形态 是不是 我讲我都用对照的 小董今天讲这东西 我觉得最可悲的是怎么样 你要捞钱 然后你又要让老百姓 毫无招架之力 今天就是这样 民进党就捞钱捞到底 现在快筛 人家已经问过陈时中 陈时中都讲不出话来 杨智良可以买到55块 为什么政府还 让我们 包括小董在内 让我们一机要买300多块 请你告诉我 过去 过去 快筛 我们就 快筛有两种 一个叫快 筛 筛记有两种 一个快筛就是比较简便 自己臭皮孔 另外一个叫PCR 比较贵 出国一定要做PCR 我们PCR 8000块 那时候最贵 记者就问陈时中 人家 中国大陆根本才 一两百块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贵 各国会只有三四千块 最多 为什么我们要八千 陈时中 既然不要脸到讲什么 因为我们的比较准 各位 你的会比较准 你的东西 也是跟人家买 你也是跟人家买 也是那几家公司 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的会比较准 结果你的比较准 你的筛记 筛完以后 PCR是医院做的 医院做 这很准 然后进入中国大陆 我们在中国大陆 被抓了多少起 你这边塞的是安全 进去被人家塞出 有 阳性 你有比较准吗 你有比较准吗 没有 你比较不准 各位我讲这个 很悲哀就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花钱 养了民进党政府 民进党政府又编特别预算 来养他的装脚 跟他 那些帮他嫌疾的这些 对不对 他钱赵耶 钱赵耶 他有没有帮你守好 没有守好啊 现在告诉你就是 就是整个疫情大崩溃了 现在就崩溃了啊 各位 我们不必要陪他假装在那边 觉得无所谓啊 今天 看到这些东西都让人家心痛 现在很多人都放弃了 今天上午检察总长在投票 放弃了 65票 65个委员进场投票 国民党也放弃了 我这也背隔不了你 也不要替你背书 现在台湾很多人民也放弃了 就让民党去贪污好了 我们自身之内 很多人还讲 讲得很委婉 哎呀我们要自求兜福 我说你腐烂谁啊 你自求能够兜福吗 你这个叫自生自媚 不是自求兜福啊 各位朋友 我们一直让民进党一直腐烂 让他一直A钱 我们一直放任他 觉得无所谓 现在 现在很多后果就要来了 很多后果就要来了 下来重症的人会多 下来切诊的人更多 亲爱的 来 咱们喝水 好 看一下 好 来 谢谢 刚刚我们是到贵兰还没念 贵兰还没念了 有曾贵兰 谢谢贵兰 是是是 是然后 刘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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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定云给我们一个漂亮的图 是谢谢刘定云 刘定云 然后 董志胜 是志胜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那 他真的 接下来要大家小心 他提醒我们 是非常感谢 然后 这是 是 菜阿布 是 是 是 菜阿布 非常感谢 啊 他还给我们 很多的鼓励 非常感谢 然后 新周六 啊 不是 不是 那 微生化 微生化 是我们很年轻的 可是那角度会看不清楚吗 还是 我觉得这角度 不太好 对 我平常还比较轻 今天 没有 有时候就是一个角度 因为它是玻璃板 可以可以这样就可以了 啊 这是 文声化 不是啊 文声化 哦 这个 Avin Chen 这个 应该怎么评 Alan Chen 对啊 Alan Chen 是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是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来的朋友 是 然后 道洋 马来西亚的朋友 哦 他一堆网 还不断的在 鼓吹上海的谣言 其实上海已经 已经降下来了 那 我们只要报 在台湾只要报道 中国大陆 都是用互辩的 而且都是假的 七杰的 那这个要很注意 大家常听我节目就知道 道洋 哦 谢谢 然后 Jack Tan 谢谢 他给我们大大的一笔 好 是 非常感谢哦 哦 那很多朋友对我都非常支持 因为他们都知道 我讲的东西一定是真的 哦 我觉得 我绝不要讲假的啦 各位朋友 那 就像 哦 刚刚马来西亚的朋友 他所讲的 哦 我告诉你 上海现在在下降 北京现在有点上升 哦 那 因为中国大都市很大 哦 人 很多 他 确诊的机率当然很高 人几人 尤其他在大都市 哦 都会有 哦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台湾是 这边是守不住 他是已经很明显了 哦 就 那接下来 你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我 你只能 哦 自身自媚 真的就都洗手 戴口罩 哦 那 避免到公众场合啊 这些都是 小董正在讲 但是我告诉 我告诉你 一定要很清楚 哦 在台湾社会哦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 政治很 哦 参与度非常高的社会啊 大家都 哇 讲到政治 哇 乌克兰战争 你看我们乌克兰战争 已经搞了两个多月 哇 这个战火不歇 然后每天一堆消息 哦 昨天白宫记者会有人就问沙奇 沙奇是他发言人啊 名字很好记哦 沙奇嘛 沙奇 说普丁有个情妇 为什么我们要被制裁 哦 我们也会制裁啊 我们制裁他的亲属 他的亲信什么什么 哇 各位你 我有时候讲 很悲哀 知道 为什么一个战争 别人在打仗 其实我们没有打 美国没有打 美国那些记者也没有打 美国没有参战嘛 欧洲那些也没有参战 可是我们的人性就扭曲了 他讲的 这是什么事情 我其实内有了解 这 普丁被称为有这个情妇 这个人是一个金牌 奥运的金牌 他叫卡巴耶娃 外传啊 他帮普丁生了四个小孩 那住在瑞士 所以要制裁他 我听了就好好笑 各位什么叫民主你知道吗 什么叫自由叫法制 我们现在俄国跟乌克兰 打在打仗 你会发现西方这些国家 包括美国这些人 他们多么没有人性 他们过去在标榜了法制 通通自我放弃 我就讨厌你普丁 所以跟你有关系的人 我通通把他抓来砍杀 各位可以租联九族啊 我们什么叫民主自由的概念 就是不能租联九族 对不对 这就基本的概念 基本一个法制社会 民主的法制社会 就是不能租联九族 现在在美国 在欧洲 在这些记者口中 那个人为什么没有被制裁 我为什么要被制裁 因为人家外传 你是普丁的情妇 外传啊 外传啊 你哪一个报的记者啊 外传你是普丁的 私生子的私生子啊 可以啊 即使是也不行啊 各位我讲 这是一个简单道理 好不好 我们的人性通跑去哪里 在战争里面你看不到 你看到西方这些国家 那在台湾早就没有人性 台湾是一个望恩若毅 恩将仇报的社会 台湾就是一个这样子 然后大家自得其乐 哇觉得哇你看 我可以对中共怎么样 你中共怎么样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哇讲到中共 每个人就很大声 觉得自己都了不起啊 你什么哪根冲啊 台湾的邦交国叫帛琉 你去帛琉 你敢拿国旗吗 去邦交国不能拿国旗 美国人不准你拿 不准叫中华民国 乖乖的 只好去 有人出来骂吗 你们网路那些下山浪跟垃圾 你们每天在捍卫民进党 有人出来骂吗 国内有人骂吗 除了小董 我妈这都不要脸啊 美国叫你 让美国叫你跪着走近 跪着爬进去 你就进去啊 各位什么叫台湾主体性 你的尊严在哪里 美国说台湾你是一条狗 我叫你爬进去 你就爬进去 叫你不准用中华民国 你就不准用 我到我邦交国也不准用 不准 不准有任何国家旗帜 通通不准旗帜啊 怎么国徽啊 那东西通通不准进场 各位 没有人对美国人讲话 台湾人当狗当冠了 可是 他碰到中国大陆 就 就 以止气死 那气焰就出来了 你不是人格分类吗 我从来不干人格分类的 我碰到水 我的态度都一样啊 我到每个电视台讲的 都是我要讲的话 我才不符合你 我周遭一堆 所谓的名嘴啊 到了那些台 每个人像哈巴狗一样 看这个电台 电视台需要你讲什么 你就赶快去讲什么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啊 我们这些都是啊 人家叫你说 三峡大巴要垮了 那些人就开始 你看这个大巴 就要加油天主 哎呀你看那个 大巴霸体那么薄 那个薄哦 薄到什么地步 啊才16.5公分 三峡大巴16.5公分 谁告诉你了 我实在 我也不晓得你怎么去讲出来的 这不止白纸黑纸 这是有影片的 三峡大巴水淹了 你看 淹到凤凰古城 拜托凤凰古城 一千多公尺高的海拔 三峡大巴淹到那里 那整个 整个大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三都变水箱折国了 你在鬼扯什么 哎 一堆人相信啊 因为民进党的支持者 本来就是猪脑袋 他们只相信他们的嘛 这些人就是 就是那种台湾最卑贱的 那种忘恩护义 恩将仇报之辈嘛 他们就这样 所以他听了这样 哇好爽 管他对或不对 听柯文哲讲 哎呀洪中秋 大家都很气嘛 洪中秋 你看就 这样就死了嘛 很气 柯文哲说 对 他就是被灌八公升的水 哇媒体标题就出来 哇这些 台大医生 柯文哲讲 被灌八公升的水 我都很 我都 我的基本常志都告诉我 不可能有 一个人的胃可以灌八公升的水啊 对不对 最大瓶的 那种大瓶的 你喝了饮料 你去买的 你要灌八瓶可能吗 柯文哲腐烂 大家就跟他唬烂 然后都讲的都好像真的 当你在 当你意识形态充斥的时候 你就完全没有理性 在台湾这个就 社会就这样 然后 没有理性就算了 没有人性 今天 大家要攻击普庭 哎 他的情务 外传的他那个情务 为什么没有被处分 在白宫记者会 各位 所有人人性都没有啦 然后 他的发言人说 有 我们已经把他列定了 我们绝不会放过 谁谁谁 要不要脸啊 你们叫美国啊 你们在讲人钱啊 怎么 全世界 因为一场战争 都变成了畜生啊 各位 我讲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别人在打仗 我们当然 基于对生命最高的同情可以啊 但是我们 基生命最高同情 你讨厌普丁 当然也可以啊 但是 自由民主的国家 是不能株连九族的 这是基本概念好不好 是不能株连九族的 在法律上不能株连九族 道德上可能可以 对不对 法律上不行啊 法律上怎么可以呢 陈其派的爸爸是贪污 陈其派为什么没有跟他爸爸去坐牢 因为法律上是不可以的啊 他有没有受贿 当然有 他爸爸污了钱 他当然有 对不对 他爸爸 譬如说家里做的装潢 然后怎么样 你有享受到啊 但是法律上你就是没有 就是你爸爸啊 各位这就是基本的概念嘛 各位我讲这东西 一般人都听得懂 可是当你在 那种意识形态 充斥脑袋的时候 每个人都觉得理所当然 你看白宫所有的记者 所有记者 有人问了 没有人觉得说 你问这话是有问题的 全世界没有人觉得这个有问题 好奇怪哦 而且都是所谓的民主先进国家 你听了好不好笑 英国的威尔斯 规定不准 不准演奏柴可胡斯基 因为他是俄国人 他跟普丁一样是俄国人 各位好不好笑 普丁认识柴可胡斯基吗 不可能认识嘛 他早就死了嘛 他就是一个俄国的音乐家 那你你讨厌中国大陆 以后不准 不准吟唱李白的诗 因为李白是中国人 李白跟习近平 关系匪浅 各位你要不要人性啊 你不能再讲床前明月光 懂不懂 各位 你要让自己变成不是人吗 我们因为一场战争 我们所有东西已经扭曲成这样 我讲的东西是 非常普通各位朋友你可以理解 我讲的是非常普通的道理嘛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到底还有谁在理性的谈论东西 就是我我敢讲啊 就是我啊 我讲东西就是来做比较而已啊 各位朋友 一场战争或者一场瘟疫 不管是战情或疫情 你不要让自己的方向给流失 这是我们 你听我节目 至少能够维持一点点基本的人性 你去看那些节目 那些垃圾名嘴 他讲的有道理 我告诉你 那是意识形态在导演 你知道吗 我不是讲说 你不能怎么样 但是有些东西是有尺度的 人性 不容挑战是有尺度的 就像你在台大 台大学生要选举主张 我们应该 我们在 这体育馆附近 这个草地应该做性爱期 哇 言论自由 可是你在学校要有个尺度啊 这种就懒得去批评他了啦 对不对 台大学生要有个性爱期啊 草地要来做性爱期啊 大家听了 那你说他他要讲他是可以啊 他去讲讲他可以啊 因为台大本来 大家对他就 有各种看法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我们哦 不管外界有任何东西 你都要维持自己 做一个人的基本态度 我讲的 其实最主要就这样 你要让自己觉得说 至少我还是 看起来还是一个人嘛 对不对 我知道要怎么孝顺 要怎么爱这块土地 爱我的国家 这基本的吧 我 我想不宝顶到这块土地 这边小破坏 让我看他 在我肯定带 我觉得我出来了 我说要不要 我想让他 你会想起飞 我就在我的 管理 我看我 我看他 我看了 你会想起飞